沒有官職不過是個政黨參選人 陳時中真是總統級為安嗎 第一天他到龍山寺 身邊兩名隨戶 和至少六名便衣保護 有人陳情警方迅速把人拖走 第二天畫面更驚人 現場拉起紅龍 直接隔開民眾 不知道的人還以為是總統來了呢 第三天到慈祐宮 警方提前敗出交通錐 同樣出動紅龍 一看到陳情阿伯 至少六名便衣衝上前關切 陳時中難道是天王巨星 他又不是一個正式的參選人 警方這麼積極的去維護他 顯然你們也是在拍馬屁嘛 連在參選的時候都不想聽你的意見 那他當選了之後他會聽你的意見 他不是見鬼 陳時中待遇有多特殊 對比同樣參選的蔣萬安 陳時中申請兩名隨護 蔣萬安沒有隨護 更沒有動輒六七名的貼身警力 就算直接拿現任市長來比 侯友宜同樣是敗廟 前後共有兩名隨護 但現場根本沒人幫他拉紅龍 柯文哲也一樣沒有大批警力跟紅龍 換言之連市長陣仲都跟陳時中沒得比 政黨顏色不一樣綠色可能就是維安規格很高的顏色 看看2009年當行政院長的吳敦毅面對抗議陳情是怎樣 你們拿給我沒有關係都不要阻擋 通通不要阻擋 你們不要阻擋 誰像他這樣 他為什麼這樣子浪費公堂 為什麼這樣把自己當作是神一樣的呢 到底是警方的馬屁排得又豪又快 還是綠色真是偉大的顏色 陳時中當市長八次都還沒一撇 但派頭已經無人能比 記者綜保報導 經常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 CTI 717 弱於幫你來打折